你们能信吗 我现在做的这家餐厅是一家米其林的星级餐厅 为了这些餐 我整整等了8个小时 马路的正对面 那个橘红色的店铺 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打卡的 这家米其林一星的街头美食 那还是我唯一一次 看到一家米其林的星级餐厅 门口连个招牌都没有 这间店叫做J5 虽然说没有招牌的 但是这间店 它是以主厨的名字来命名的 就是这个带着浅水镜 涂着艳红唇彩的老太太 今年已经74岁了 她在泰国有多出名呢 往非的纪录片街头美食 她是泰国菜的唯一代表 一块板子把整个厨房遮住之后 这个就是她的后厨 你们不要看这家店 看起来名不见经传 却是整个泰国最难排队的餐厅 我们是早上7点多起来 8点钟的出门 8点40到这儿 现在是上午11点21 现在排号排到第16号 我们的号码是52号 大家可以猜一下 我们今天几点都能吃到饭 反正今天为了你们 我在这儿 怎么着也在等到这个位置才行 好吧 好吧 我今天不给她等到 我坚决不走 我可以去隔壁按个膜吗 去玩玩 去玩玩 然后我在工作也玩 去玩玩 去玩玩 下午的1点01分 太阳已经当空照了 现在排到了第34号 从早上太阳刚出来到现在太阳当空照 不知道还要排多久 利用这个非常闲暇的时光 来看一看他们家都吃些什么东西 然后他们作为米其林一型 这个菜家到底贵还是不贵 他们家菜单 店名Jay Fine 这个是用老太太的名字 自己的名字命名的 然后他们分明 面条米饭 以及主菜 这一家最出名的就是他们家的蛋包馅 一道菜的售价是1200泰铢 跟你们说在泰国这个东西 如果是在平常的街头 也就1200 2300泰铢 但是如果你作为一家米其林一心来说 你们觉得贵吗 你叫做小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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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铢 好谢谢 终于 今天为了这家店 早上7点就起来了 正儿八经做的餐厅 这张桌上的时间是3点42分 为了这个店 我们差不多花了8个小时才进到店里面 别的不说 然后从啾啾这份诚意 帮我们这个视频点个赞 你们说行不行吧 好 等了这么久 我们这儿八经来测评一下 看看这家店到底都有一些什么好吃的 值得大家为这家店等整整8个小时 这第一道菜 东英公炒海鲜 有别于一般的那种传统的东英公汤 这道菜的做法 是干炒海鲜 尝一口他们家的虾 东英公咱们之前也尝过 但是之前是带着汤的 这一回吃的是干的东英公 讲究实话呢 泰国菜的 他们最擅长用的就是热锅冷油 然后大火爆炒 我觉得这道菜 如果你要我形容的话 就是很有锅气 这东英公是好吃的 因为它这个味道呢 我觉得呢 是比其他的中英公店呢 它炒得更细腻 它不能要不然就是特别的辣 特别的酸 但是我觉得他们家呢 对这道菜就是综合的很好 但是 你要问我值不值得等8个小 我觉得这道菜是不迟到的 这道蛋包蟹呢 就是所有的人呢 都是冲了它来 所以我倒要看看这道蛋包蟹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用鸡蛋做的外皮 哇 哇 这里面的蟹肉呢 切开之后呢 它真的是用的真材实料 外苏里呢 真材实料用的是真蟹肉 挺好吃的 蟹肉呢 非常的软 外面的这个蛋呢 又炸得非常的酥脆 一口下去呢 你不会觉得很油 因为上来的时候呢 这道菜我有看到福源呢 它专门用了一个 去把外面的这些油吸掉 所以呢 即便它是油炸出来 但是你也不会觉得菜很油 看 蛋包蟹的 很洁面 里面的蟹肉呢 真的装得非常的满 然后外面的蛋饼呢 又炸得很结实 嗯 它的口感呢是那种微甜 然后带着一点点辣味 这两种辣酱的话 我觉得如果 也是像摄像师一样 不太能吃辣的话 强力推荐这一种 这个呢就更适合 喜欢吃辣的小伙伴 说实话 这味道呢 确实是非常的过关啊 但是如果你问我 值嘛 值这个钱 但是呢 不值得为它等八个小 哈哈 摄像是呢 等了八个小时 然后还有主张鞋 来来来来来 我帮你去 你先尝一等 满嘴就是蟹肉 这一档道菜呢 是 摄像师典 哈哈哈 所以我拉过来呢 帮他试一试啊 这个是咖喱蟹肉 呈现出来的颜色呢 让它非常的有识于 呈现是我最喜欢的那个颜色 橙黄色 就和咱们频道的颜色是一模一样的 你们懂吗 然后呢 那这一份呢 是摄像师典的一份 刚刚那个 Rice dishes 看起来像鸡肉呢 实际上也是蟹肉 但来的来了 等了八个小时 对吧 看个辣不辣 糖吧糖吧 帮你看看辣不辣 万一你吃不了 怎么了 我真没有片子 你知道它老辣 质辣爆辣 它这个做法呢 拿了很多的九层塔 然后炒在一起 里面呢 放了这种红色的辣椒 还有这种青色的小米辣 看到吗 招待很中式 但是很下饭 吃一小块尝一下 吃一小块尝一下 不辣呀 很接近吗 最后呢 这道摄像师点的咖喱蟹呢 它是由那种黄咖喱 什么又去你那了 对 帮大家讲解一下 里面呢 放的这个呢 也是蟹肉 Crab King 然后里面又是这种 大块的洋葱 我觉得这个蛋看着 是挺好吃的啊 我就看着就很下饭 帮你试一下辣不辣 万一也很辣 哇 这个火味重 火辣但是很好吃 有很重很重的咖喱味 就那种咖喱味 冲鼻子 我觉得泰国菜呢 就是那种 每一道菜呢 你能够在里面尝出酸甜 或者辣粉 基本上呢就是三种口味 混合的搭配 形成了现在的那种 我觉得就是派式的风味 我觉得有一件事 非常值得一提哈 就是虽然呢 我们待在外面等了 差不多八个小时 才进到店里 但是呢 我觉得整个店里面 有一个人真的是 比我们更能 那就是这间店的主乎 你们看 老太太 已经连续工作了八个小时 一下没有停 而且呢 他们这个店呢 是从早上九点 一直开到晚上九点 整整十二个小时 只有一个主厨 没有其他的厨师 这个呢 我是真的不能再佩服 老太太 作为这间店的唯一的厨师 她那种匠人精神 我觉得可能打动了米其林的评委 好 我们的账单来了 米其林一星啊 你们猜猜这顿饭 最后要花多少钱 我们还管得直接来了啊 一二三四 四个主菜呢 另外呢还有两个饮料 一共呢是5200泰铢 你们觉得今天这顿饭 如果是街土美食 贵吗 那如果今天这顿饭 是米其林一星餐厅 你们觉得贵吗 菜呢本身呢都很好吃 这四道菜就是物有所值 但是 如果你再加上几个小时 甚至是七八个小时的排队食用 嗯